美鳳有約 大家好 上一次美鳳帶大家去富山 洗雲醬 現在到了皮膚都很滑溜 很好 一次是要去遊湖 然後還要吃一個很新鮮的 烤箱魚 很好吃 還有到了河掌村 他也是用魚 然後再泡在酒 大家這樣 一口 我一口 那感覺非常融洽 而且味道很特別 重點美鳳還去滑雪 真的看到雪非常地開心 我們玩得非常地開心 很好玩 也很好笑 想到好笑看到你就知道了 這一份簡單不華麗的早餐 卻是吉富山的山珍海味魚一體 吃給爸爸不太開了 繼續玩一玩 嗨 大家好 美鳳現在這個日本富山 立波市 這個地方是莊川霞 我們坐著 然後 它可以說是一年四季 它的不一樣的景色 我現在看到了 它有像 秋天的話就是有紅葉 然後再冷一點的話 可能就是在這個 有一點結冰的湖上 遊船 這滿特別的 一個人差不多要多少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樣有差不多25分鐘 一個人差不多 代表300塊 那一定要來擠擠 要這樣洗一下 還有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如果你們既然來的時候 譬如說1月1號開市 如果你們來這裡擠擠的時候 它就送你這個 明信片 紅酒頭的 不一樣的感受 好的 這個明信片 我們在這裡拍一下 好 我先拿一張給大家看 好 這張就是 有一千 一千 雞 要來送我們的朋友 如果你們 1月1號1號來 然後在這1千名以內的話 來這邊都有一張明信片 一個人會送個 兩張 我們台灣朋友這麼有的 所以大家既然來這裡 試圖是不錯的 好 現在美鳳先帶大家去坐牢 給大家看一下 這麼漂亮到有的風景 感受一下不錯 空氣又會拉倒 在這個溫度只有5度不到的 氣候下出外景 真的是辛苦咱們的美鳳姐 不過為了要帶漂亮的風景 回來給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看 這些辛苦也是值得的 美鳳姐現在搭上的這一艘 就是 莊川霞的遊覽船 這個航程大概25分鐘左右 兩岸的天然地勢景致 真的是很壯觀 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欣賞到 不一樣的景色 有一趟湖 讓人感覺身心都開闊了 來到日本 整個心情都放輕鬆了 他們環境維護得非常地好 而且算是水質也很好 美鳳現在要去吃香魚 什麼樣的水質 吃出來的香魚 而且她怎麼做這個料理 跟美鳳去分享一下 走 帶你們去 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美鳳姐介紹的這間 香魚料理專賣店 聽說非常地厲害 每到香魚盛產期 想要用餐 不等上個兩小時 你是絕對吃不到的 到底這個香魚有多美味 美鳳姐 我們趕快開動吧 嗨 現在就是來吃她的套餐 不過 它是在六月到九月的時候 盛產期 全部全部都是用香魚做的料理 那麼今天 它其實也是有香魚 其他還搭配其他的魚就是了 謝謝 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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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怎麼吃 這個應該怎麼吃 就這樣拿下來 是 好 檸檬 可以 可以 這個醬 這個是專門給香魚用的醋 好 它 現在這個地方吃有一點點熱熱 可是剛剛在那邊 它這樣子不會很燙嗎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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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擦什麼 保濕嗎 對 對 對 可是皮膚還這麼好 對 皮膚還這麼好 常常吃香魚 對 香魚的那個油 真的 好 你辛苦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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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髮 從頭開始 頭髮 好 現在我就來吃吃看 它說 擠一點檸檬 好的 真的 真的 剛才你裡面 我只能站著而已 很滑 不然覺得很乾 他們可能有關係 好 怎麼吃 他說連這些頭都可以吃 他說 其實還滿營養的 好 吃 很好吃 就一點點醋 檸檬 然後現在是他們專用的 這個是醋是不是 好 我來吃吃看 沾了之後 吃這一口是連那個 蛋 還有很飽滿的這個蛋 我個人的話 我會覺得擠檸檬汁 就已經很讚了 這個在人口味 這間年姿莊 烤香魚的技術堪稱一流 整隻香魚烤到是 連骨頭都能吃 這也難怪這麼多富山人 願意圓道而來 到這裡來品嘗香魚的美味 他們好有心 這裡 有一個碳讓這個 熱度不要馬上降溫 所以那個香氣就會一直都很豐富 它這個香魚套餐說起來 差不多2千5百塊 2千5左右 代表差不多730塊 700多塊 整個頭 這個空間 整個氣氛這麼好 我覺得是 大家來這裡吃一口 如果你們富山的時候 你就這樣慢慢吃 慢慢吃 慢慢看會輕鬆 然後 不一樣的心情 好 現在我來享受美食料 我一定要補足我的熱量 因為天氣更冷 經常要吃 補充我們的體能跟熱量 然後 我要去山上滑雪了 看到雪了 這裡是 它在12月20號到3月底的時候 很多人會來這邊滑雪 這裡可以滑雪 它有那種坐纜車上來 然後可以雪峭 雪板 我覺得 有下雪的時候 當然感覺又不一樣 一來下雪 它可以多厚 你知道嗎 它可以到那個樹的一半 可是這樣子看 已經覺得滿漂亮了 其實今天 天氣算有太陽 可是還是算有點冷的 那我們現在就到處去玩一玩 然後來到這裡當然了 小粉紅 小粉紅 要不要忘記 我要報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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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有趣 你怎麼都報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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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粉紅 好大賣照 沒想到去年在黑布立山上的 一球之仇 你又記到現在 連這狗爬式 挖雪都翻出來了 不過看到這遍地的白雪 真的會讓人好開心 你看怎麼美鳳姐 還想要大吃白雪剉冰 而且說時遲那十塊 原來還算晴朗的天氣 突然間就下起大雪了 下雪了 下雪了 竟然下雪了 本來想說上來 看看它這裡積雪 沒想到 在富山的時候 下碎冰雹 這裡現在飄雪 我們昨天因為有打雷 所以不能坐纜車 怕危險 我們今天就換一個地方 來到這裡 開心 太棒了 這既然上山了 天空又作美 飄下了白雪 那當然就要給它來學學 雪橇怎麼滑 那今天呢 教練他要來教美鳳滑雪 其實最主要就是要 營救一下這種感覺 所以你如果有機會來這裡 你也可以這樣的裝備 因為這裡都可以租得到的 好 你就可以輕易地拍一些照片 就是最美好 最美好的 給自己的禮物 對不對 好的 那我們現在可以請老師 可以滑滑滑滑 往前教我怎麼滑雪 走滑滑滑 對 怎麼這樣 美鳳姐 人家教練往前走 是輕輕鬆鬆 你怎麼一踩 就讓大家捏了一把冷汗 好了 就讓你討厭一下 工作人員幫你一起就定位 再請教練來示範一下吧 好 媽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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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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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咱們團隊的壯兵們 都有做好萬全準備 各位觀眾朋友 你看美鳳姐玩得這麼開心 如果你有機會冬天來到富山旅遊 一定要安排個滑雪行程 保證你是玩得打呼過癮 你好 現在的一個 特別介紹就是 他們是在季神 或是風年季到春秋的時候 他們都做一個表演 跟這個叫做 什麼叫做小茄子節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它有千年以上的 歷史 這個很不容易 最重要就是 會這樣的一個民俗歌謠的人 他們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工作 只是因為他們要傳承這個文化 所以六日的時候 他們就會大家自己在一起表演 平常會練習一下 旁邊這位就是 他這個帽子戴得非常地窄 出去外面下雪的話 也比較不會危險 就這樣從旁邊 還有一點 他們說 不太好意思 就是臉 一直看著大家 所以他們這樣稍微遮一下 我說這麼發聲 這麼嚴重 今天很特別的就是 在這個樂器是很特別的 我初次第一次看到這種樂器 這個叫小茄子節 但是怎麼樣發出這個聲音呢 我們就要麻煩它 然後就麻煩你了 沒關係 請這個禮物 可以 請這個禮物 請這個禮物 好 很短 你看看有沒有 這就是合掌 合掌禮 這兩隻 雙手一隻 右邊的手下 力量 手抹 手好溫暖 OK OK 力量 使用手 手指使用手 手指使用手 什麼 手指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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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好 對 好 OK 好 他這個練多久呢 可以請問一下 我在10歲的時候 真的 厲害 怎麼講 厲害 好的 那我可以問一下 它這個是用什麼材質做的嗎 這是ヒノキ ヒノキ 好 像這個是 平常他們會就是說 你先預約的話 你要自由行或是旅行團 可能就是要先預約了 這裡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在要做 做這個表演的現場 它是真的非常有日本的感覺 因為 你看 因為它會冷 很冷 所以他們那個 就是 屋子都是這樣子 讓你知道合掌就是世界遺產文化 所以 它那個雪下來的時候 因為有重量 所以它用斜的 裡面會用一個暖爐 就讓這個 魚也熟了 然後室內也有香氣 再來溫度也提升了 我覺得這倒是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這個感覺又非常有膚的 好的 現在其實 美鳳就是用鏡頭帶大家來看一下 他們很代表很有特色 就是我剛剛說的 風年記的時候 像我們國內 原住民朋友也有風年記 所以他帶來很精采的表演 我們快來欣賞了 我們就麻煩他了 我們就麻煩你表演了 謝謝 謝謝 各位觀眾朋友啊 你知道這個五個山的傳統歌謠 傳承至今 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了嗎 而且來到這個合掌之旅 不但可以聽傳統歌謠 而且還可以品嘗到 好吃的鄉土料理 在五個山看了他們精采的 風年記的表演之後 就要用他們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酒也就是他們這邊的特產 鹽魚骨酒 好 這個很特別的就是 它這個是 不吃這個魚的 因為它說這個魚的味道 會到這個酒裡頭 好 然後這個是這樣子 如果很多人一起的時候 當然不是一個人勞敗他 台灣人勞敗 不是 是日本人勞敗 就是我喝一點 他喝一點 他喝一點 這個肉是不吃 可是在我覺得肉也有酒味 這個其實魚應該也不錯吃 我聽說他們不太吃的 他們就是喝這個酒 那我也來品嘗一下 他們酒和魚這樣 鹽魚放之後 這個酒喝起來的口感又是什麼 好 那 我就先乾杯了 酒味 滿香濃的 OK 這個酒你要喝的時候 熱熱的時候 先不要深呼吸 怕你嗆到 然後喝的時候 酒的香氣 魚的味道還真的很重 已經在這個 融在這個酒裡面了 還不錯的一個體驗 可以來試試看 一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可以大家卸一卸這樣 這樣一個料理 如果沒有喝酒喝茶 你也可以來配這個柿子 還有其他香腸料理 看了這麼多 大概是多少錢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差不多日幣 兩千一百塊 台幣是多少 台幣是六百塊 算是 因為它還有烤的魚 還有這個 沒有烤是不一樣的 這個很滿養生的 它 我們通常只有這樣吃 它這個可以放一個粉 滿特別的 它這個是 糖 還有大豆 之類的 把它放到上面 把它撒在上面 這滿特別的吃法 撒過之後 吃的是什麼樣的氣味 很好吃 很好吃 這個豆粉 這個很好吃 這樣就不用配菜了 這樣我一碗飯就吃下去了 香氣又很好 在這邊就聞到香氣 好吃 在世界文化遺產 何長屋裡吃晚餐 可是格外地有氣氛 雖然這些料理並不豪華 但是道道都是五個山 在地的鄉土料理 樸食中顯現美味 有時這樣的體驗 是比山珍海味 更來得珍貴的 我們是來富山 滑雪 或是我們要來河掌 走走走 坐的 這個好像火爐一樣 在那裡 大家開工 吃一下這個東西 我想在台灣比較有這種體驗 如果你要是來日本玩的時候 美鳳建議你 就能多做一點功課 聯繫一下 你也可以來體驗一下 這不同的感受 非常好 很喜歡我生 也希望你會喜歡 感恩 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美鳳在日本富山 不是說吃了好吃的香魚 我還學會了小切子 好 我還滑雪 雖然我被我們攝影師 小粉紅給暗算 我不知道他會來這條 不過沒關係 我們有機會 我再跟他一較高下 總共一句 今天實在算得很高興 這個富山還有很多好玩 還有很特別的東西 大家介紹 千萬愛的記憶 繼續鎖定我們的 美鳳有約富山之旅 一定帶給你更多更多 更好玩的收穫 所以記得 每禮拜到拜五中 十二點半到一點 會給你收看 美鳳有約 美鳳跟你期待再上回囉 再見